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喜欢孤独 喜欢独行 喜欢用孤独浸泡灵魂 喜欢用脚步去丈量孤独 喜欢用心灵去寻找孤独 今天来读文小语的《孤独之寻》 很多时候 或者就算是在一个庸长的日子里 我也愿意沉溺于某种孤独 我的孤独感 源于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我已经忘记了 少年时候 我曾做过许多关于飞翔的梦 我常常梦见自己一个人拼命地拍动着翅膀 梦里我有一双美丽的翅膀 却怎样的也飞不到我想要的高度 我不知道梦里的我 到底是为了追赶还是为了逃离 但最终我总是陷入一股巨大的孤独 和迷茫中 毫无疑问 年轻的我的确曾无数次地渴望过飞翔 但我却从未想过 在我的梦里 飞翔的感觉竟是这般的沉重 飞翔的过程 竟是如此孤独 繁花散尽 花开花谢 生命最终走向的 仿佛都是同一个地方 那么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承认 这是一个有些庸俗且无聊的问题 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 让我至今依然感到困惑不已 其实这样的追问 更多的时候 我只是问问而已 我从未想过 会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有些问题 就算你明知道没有答案 你仍然会花上一生的时间 来寻找 而这么一寻找 默默的 就已经很多年了 我仿佛现在才明白 原来生命的大部分时光 都是用来寻找的 有一个朋友 曾这样问过我 为什么你的文字里 常常充满着寻找和孤独 我只是对他笑笑 却没有回答 我想 我可能会给他一个答案 那就是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 想寻找些什么 我只是试图将自己的人生 看得更清楚些 但最终 我什么也没有说 因为这个答案 只是属于我的 所以 我依然用一种孤独的姿态 行走着 我坚持认为 生命的过程 也许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每一个人的寻找 也许都是唯一的 所以注定了 每一个人在寻找的过程中 都是孤独的 有的人 也许已经找到了 所以在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他是微笑而满足地 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有的人 也许一生也无法找到 所以他到死都不愿意 闭上双眼和松开双手 因为他还想寻找 或抓住些什么 从繁华到衰败 从花开到花落 从生到死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没有人可以永远不停地走下去 一些人离开了 接着一些人又来了 所以路依然漫长 少年时 有一段时光 我对一首诗愤外迷恋 我喜欢反反复复地永念着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涕下 这样的诗句 我对陈子昂的其他诗 已然毫无印象 但唯独对这一首诗 却情有独钟 我想 我所迷恋的 其实是诗里面 透出的巨大孤独感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其实就是一个人在路上吧 我想 陈子昂站在绝顶上的时候 他一定也在寻找些什么 或者 他找到了 或者 他什么也没有找到 但是不管怎样 他都无法走出他内心 长长的寂寞 我承认 我喜欢那种 蹬高远跳的感觉 不是因为 我有着某种 勃勃的野心 也不是因为 我格外喜欢寂寞 而是因为 我希望自己 可以看得更远 更清楚些 我喜欢那种深邃感 哪怕是 一无所知的深邃 我曾经以为 自己可以比别人 看得更高更远 也以为自己 一定可以找到些什么 但是 当我混迹于人群 当我也像街头的人群一样 为了生活而 匆匆奔走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并不比别人 看得更远 我并没有找到 我所需要的 其实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唯一比别人 看得更清楚的 是我内心的孤独感 在纷纷扰扰扰的城市里 我常常会忘记 寻找方向 唯有在孤独静寂的时刻 我才试着 用心灵去辨别 寻找 寻找 未必总是朝着 未知的未来 有时候 却也往往需要 回到过去 直到如今 我还常常会想起 记忆中的家园 我家附近 曾经是一片荒凉 那时候 家的周围 并没有多少房子 有的是一些 零散的树 和秘密的草 在我的印象里 一座远离人群的房子 多少容易 滋生出 某种孤独 很多年后 我却莫名地怀念起 这样一种荒凉来了 也许 正是在这样一种 荒凉的境地里 反而更容易 种植一些温情 和梦想 我童年 或者少年时代的 很多梦想 便是在这样一片 荒凉里 滋生的 所以 我常常怀念 这些梦想 怀念这些房子 周围寂静的草 怀念那些 琐碎生活里 所有生动的声音 我想 这种怀念 也许仅仅 是我对过去的 一种寻找 如今 我家附近 早已是房屋 林立 人群涌动了 可是 那并不能让我 摆脱孤独 我开始喜欢 从人群中 寻找 关于过去的 点点滴滴 可是 无论我怎样 努力 再也找不回 过去了 想想 人生 多么奇怪啊 有时候 空间的缩小 并不能拉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有些东西 就在你眼前 你却视若无睹 正如有些人 近在咫尺 你却依然感到陌生 你选择 寻寻秘秘 寻寻秘秘 不知道为什么 往往 越寻 越远 我不知道 这种孤独感 是不是我与生俱来的 或者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都隐匿着这样一种孤独 人在孤独的时候 也许更能够东西心灵 深处一些 常被人遗忘的角落 你会记得生命中的每一次相聚和别离 每一次花开 与花落 你会在寂静中倾听到一群一群的鸟 呼啦啦地飞过头顶 接着 远方的流水会轻轻地躺过梦乡 然后 风会滴雨着 经过一片一片树林 也许 那些都是我在孤独中寻找 遭遇的某个短暂的过程 孤独 让我安静 让我思考 让我寻找 同时 也让我别无选择地 一个人行走 生命终究是这样走下去 不管你是否习惯 人总是生而孤独 记不得是从哪里听来的这句话 甚至都不想知道这是谁说的 但我却是深深地认同 我们来自于无人去过的远方 终其一生也必将归于那个 去而无返的远方 在我们举举独行的光阴里 或许我们总想能幸运地找寻到点什么 与自己作伴 却不知孤独就是上帝 给我们每一个人相生相弃的 另一半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这里是三六五读书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三六五读书 收听更多人生感悟 我是尹公子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